县议员沈素贞身为南投县第一选区 南投市民间乡地区所选出的名义代表 从任职以来就积极的为地方相亲来做服务 并针对各项攸关地方的议题来与县府争取与反应 在本次南投县议会第二十届第一次定期会议程期间 沈议员对于许多议题都是深入的来与县府相关局处做探讨 首先以南投县全民运动馆的部分 县议员沈素贞也是相当关心 并针对此向县府相关单位提出许多建言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尽速改善 提供县民一个安全舒适的运动场所 我今天针对我们的教育处还有这个环保局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 首先是我们的教育处 我想处长应该知道我们上个月有召开这个所谓全民运动馆的一个公厅会 那我晓得这个在南投跟草屯都已经举办完毕了 所以我现在想要更具体的请教 接下来教育处对于我们的国民运动馆有什么样具体的规划跟实陈 所以我直接往下问 那我们教育处这边对于整个全民运动馆的新建完成 有没有一个预期的目标时间 那我请问一下你们现在目前希望的经费来源 全部自筹还是中央部分负担还是有其他的裁员 好我了解 处长我想公厅会那天我们的专家学者讲得很白 整个南投县的国民运动馆全民运动馆什么称呼都无所谓 已经落后了整个台湾20年 2003年台北市坐落第一间的这个全民运动馆启用至今 大家都已经在检讨如何更优化设施 只有我们南投县到现在才在办理所谓的公厅会 所以我期望我们的这个工作报告上面写的叫做积极筹备 要来盖国民运动中心 我希望不是只有字面上的积极 而是要真的有实际上的一个作为跟一个进度 所以我的PPT下一页谢谢 所以我在这边有这个两个比较具体的诉求 就是要麻烦我们建设处 第一个就是麻烦你们在会后呢 提供这个全民运动馆的新建规划及时程 刚刚照处长的说法 这个时间甚至经费的来源 其实已经算是有一个雏形 甚至您脑中已经有想法了 麻烦把这些资料具体化之后会后提供给我 再来就是你们向中央争取经费的一个具体时程 还有你们的做法 所以接下来中央要如何申请经费 要申请多少钱 麻烦教育处这边积极一点 资料也请提供给我们办公室 而针对县府补助本县 学子出国留学政策的部分 省议员也相当重视 并期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审慎规划 提供一个完善的政策造福学子 那处长来我们PPT下一页 再来还有一个这个议题 早上我们简千祥议员可能也有提到 关于出国留学 那早上这个处长其实有讲到一些蛮具体的部分 但是比较可惜的比较零散是因为 县长的百日实证报告里面有提到出国留学这个目标 但是在我们教育处的工作计划里面 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一个对应的内容 所以在这边我想要请问 提供青年出国留学的这个助学金 你们现在的进度到哪里 都只剩下口头在规划吗 处长我打断一下我晓得因为早上你有跟这个检议员报告过 那时候我也有在看直播 所以我非常理解有所谓个人啊团体 然后你们也有去谈到是不是有学校评估等等的 那你们的经费是坐落在八百至一千万 这个也是您早上提到的 我现在想要知道的是说 你的整个时间点到底什么时候 我才能看到非常具体关于南投学子想要出国游学的一个计划出来 所以说今年度下半年编列预算的时候 你们就会把这笔钱编进去 好那这样子的话就麻烦也请我们教育处好可以加紧脚步 我们下一页 那在这边当然我也一样有两个比较具体点的诉求 首先就是因为我们南投县的孩子 如果是用我们这个纳税金 把它送出国去算是做一个培养 或者是一个体验的话 我们认为国际交流不应该只有接规语言 我们希望的是可以看到更多的面向 比如说这个孩子如果出去 他看到的是不同文化的一个冲击或者是交流 或者是一些科技的学习等等 最重要的是讲助学新计划麻烦处长参考 必须要有一个配套就是 这一些领讲助学新的这个优秀青年 回国或者是回来南投之后 可以为我们做什么 不要说只是送出国去体验一下就回来 既然已经要花这么大笔的经费 而且有系统有规划的送出国 希望他们回国的时候是可以甚至为我们南投 为我们的故乡来多做一点这个事情 跟一些付出这样子可以吗 而近年来南投的垃圾问题一直是备受重视 对此省议员也在会中关心本县13乡镇市垃圾外孕量的部分 希望县府环保局能够重视 提供更加完整的资料以供参考 这个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很在意的 就是我们垃圾外孕的状况 那非常可惜哦 当时在临时会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说 可以听到李局长在我们的这个定期会首日 第二日的时候可以进行专案报告 不过可能时间上的关系 所以您的专案报告并没有 我倒要讲得非常完整 可是你的这个资料我们都有看了 所以我现在想要救教的是我们李局长 请问一下目前为止你们各乡镇市的垃圾外孕的顿数 我在问的是顿数外孕是怎么样去做分配的 有没有一个准则跟一个规则 垃圾只会越积越多 不然就是把它烧起来 然后大家都吸有多空气 所以我们很在意这个议题 可是自从我们这一届上任以来 跟环保局在所知的过程中 非常的不顺利 数字一变再变 有时候一些数字我们甚至看不出准则 您刚刚提到的是南投市有掩埋场 可是照 照你之前在这个应该要专案报告里面的整体规划来说的话 你的或者是之前我们拿到的资料 你的南投市其实是有可以外孕的 我们现在想要请问的是说 你们的标准到底在哪边 因为你的专案报告里面 只有每日生产的垃圾量 你完全没有跟我们提到13箱 知道怎么运垃圾 我可以理解环保局 环保署 在跟其他的县市做对接的时候 有些事情 正在交易过程中不能够谈得这么明白 所以我非常接受 您在垃圾处理现况这一页 写的是线是A线是B 可是你13箱镇完全没有耶 是我漏掉一页了吗 你在这次定期会里面说好 跟我们专案报告里面 13箱镇怎么外孕 完全没有资料 完全没有 而我们在这边从其他的箱镇拿到的 你跟箱镇事工所好像都有开过会议 我们看到几个箱镇哦 完全是没有在这个外孕的名单上 甚至外孕的数量只有一车 我不晓得这个你们是怎么去做评估的 另外针对南投县垃圾堆滞问题严重 引发恶臭的部分 审议员也在会中提出许多建言 期望县府能够重视 拟定出一套能够确实改善此问题的政策 那我是想要先询问我们的许县长 您在就职演说还有百日新政的时候 都有很明确的提到 您有垃圾堆滞的一个解方 那不晓得是不是可以麻烦县长 跟我们做一个概要 然后非常简单的一个说明 就是这个堆滞的解方是什么 县长对于垃圾的想法 有非常这个不同阶段的一个想法 但确实现在南投县遇到的状况 不只是每日新产生的量 还有包括原本就堆滞的 我想这个这个问题确实是 许县长一上任之后 就要接到的一个重担没有错 所以在堆滞方面要如何处理 以及新产生的量如何去做外孕 这个顿数足不足以可以在 比如说两三年内 就可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进展 我想县长跟环保局这边 可能必须要非常的追踪进度 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个 县政的一个报告内容里面 我有发现几个年度的问题 就是我们跟其他县市谈到垃圾处理 好像都只到今年底 就是说到底明年2024年 这些县市会不会继续帮我们处理垃圾 或者是会不会提出更多的福利要求 这些都是不可知的因素 我们有看到明确的都只写到今年年底 会帮忙处理多少 所以我想这个八九万吨 可能甚至只有是一个今年的成绩 明年有没有办法维持这个数字 或者再增加 还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协助 而针对南投县体育奖金制度 以及如何培训的部分 县议员沈素贞也相当重视 并提出许多建言 也期许县府能够多加重视 南投在很多政策上都落后蛮多县市 我们可以参考其他县市的体育政策 他们是如何从国小就开始 希望可以挖掘出有体育选手的 这个才能的一个小朋友 一路培养到可以参加 进到国训中心变成国手 所以在这边我重新提出来 参考其他县市的体育政策 第二个 提升南投体育的经费比例 不只是奖助金 奖金是在比赛之后会获得的 可是在没有比赛的时候 这些选手需要过生活 他们需要有足够的营养 所以有一个东西叫做营养金 我们既然要培养选手 就不是只有在他得奖的时候 给他一个好宝宝印章 给他一笔钱 我们应该是在培养的过程中 就要给他经费的补贴 营养金 最后才能达到获奖的一个奖金 再来就是 我们也希望 县政府可以有一套 针对不同的体育项目 精进体育人才的培训计划 甚至让这些选手 他们有机会出国比赛的时候 我们可以予以补助 不用到拳额 但是我们可以让选手 有更多的机会 出去参加国际赛事 第三个更重要的是 退役后的生涯规划 我想这个是我们南投线 一直留不住我们培养出来的 这个运动选手的一个原因 因为每个运动选手 看不到自己退役之后的 一个生活是什么样子 所以他们会在自己年纪轻 还可以转职的时候 选择到其他的行业 前面的培训功亏一篑 所以我认为退役后的 生涯规划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让这些选手 在南投接受完整的 一个培训之后 还可以留在南投 担任我们的教练 担任我们未来 继续提拔其他更小选手的 一个引路者 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三点 既然教育处目前都还没有 非常具体的一个 经费编列以及计划 麻烦将这三个诉求 一起纳入考量以及讨论 让我们南投县可以有培养出 更多选手的一个机会 现议员沈素贞也在议程当中 针对进老爱心卡 侦测的部分表示关切 更在会中提出许多建言 期望县府能够重视加以改善 这边我过去有跟设劳处的我们处长 谢谢处长给我很清楚的说明 关于目前进老卡 搭乘计程车的一个进度 已经是由台中的干城车队来 就是标到了这个案子 来进行负责对不对 那我问一下处长 目前我们南投县 涉及在我们南投县的车队 有多少车辆已经加入了 处长我直接请问 就是愿意加入干城车队 用这个所谓进老卡 可以达成计程车 我们南投县 目前加入是100台吗 还是50台 因为我之前有听 您跟其他议员做报告是50台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社劳处这边 有没有针对 邀请计程车 加入这些车队的一个诱因的方案 那我再请问处长 我们目前就是南投县内 我们不管台中 我们南投县内的这个 分配的计程车辆能 您知道哪一个乡镇比较多 或哪一个乡镇是完全没有的吗 谢谢处长 因为这个政策 在我们南投县 是一个即将要上路的政策 进老爱心卡搭乘计程车 从去年 不论是选举前后 蛮多长辈就很期待 那非常开心看到 县府有这个实责推动 但是在推动的初期 我们有一个东西想要提醒 为什么这么多的车辆 不愿意或者是说 还在考虑要加入车队 因为我认为是他们在评估 有没有办法赚钱 刚刚处长有提到 比较多车辆在浦里镇跟南投市 那假设我今天举例 我们急急症的老人家 他不用到台中 他只是要到南投市来看医生 那他有办法叫到南投市的计程车 空车进去急急 然后载他一个老人家出来 再载回去 载空车出来吗 这样子的往返 我们县政府对于这样子的车辆 有没有做任何的补助 还是说这个经费上 跟一般计程车不一样 议员的内容当然是 议员的内容当然是 我们县府可以写 但愿不愿意加入 当然就要看这个计程车司机 因为这个也是他们的生计来源 而针对南投县薪资水平较低 造成年轻人严重外流的部分 县议员省述针也相当关心 并在会中提出许多建言 期许县府能够重视改善此情况 依照我们现在目前 不管是说工业区 还是一些中小型企业 我们问到的大概的薪资 是坐落在最低薪资26400-28 要看到3有一点困难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南投 这个长期以来 可能在薪资水平上面一直 大家互相压低拉低的一个原因 因为这间工厂如果不愿意 开到33或35的话 那其他工厂都会跟进 大概就只开个二开头 所以我们的年轻人 在选择就业的时候 通常会优先的往台中市 那现在慢慢的会有园林 还有彰化 所以表示我们临近的两个县市 一直在跟我们南投抢年轻人 那在这边我们 想要知道的是 县府有没有一个对于可以提升薪资的一个想法 或者是一个概念一个做法呢 县议院沈苏貞为了乡亲福祉与地方发展 在本次南投县议会第20届第一次定期会议程期间 对于多项议题都是深入的 来与县府相关局处做探讨 针对全民运动馆 出国留学政策 敬老爱心卡 垃圾堆滞 体育奖金制度等部分都相当关心 并积极发言 也希望县府相关局处事 都能够用心严拟出改善办法 才能让本县发展持续提升 造福南投县民 民意新闻邱平俊专题采访报道